这个药就是血管中的轻道服务 扫轻弹瘀毒 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现在人由于生活习惯的原因 比如说熬夜多 晚上夜消多 喝酒多 肥肝厚腻的东西吃多了 就容易导致体内生成弹尸 弹尸堵住血脉后 一些高血脂血栓瘀毒 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增加了 而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最危险的也就是血管堵住了 那为什么弹尸会导致我们血脉出现淤堵呢 其实就是因为弹尸性质粘腻 它出现在哪里就容易影响到哪里的气血 筋液流动 而筋液流动不畅 聚集后会形成更多的弹尸 血液流动不畅 聚集后也会形成淤血 由于淤血本身也能阻碍气血流动 所以当弹瘀都出现 互结在一起时就会像一块大石头 彻底堵在血脉里 也就是膝上常说的血栓 而对于脾虚气虚的人呢 往往也是更容易产生弹瘀的 毕竟脾为弹尸生成之源 而气也具有推动血液 筋液流动的效果 它起到一个疏通的效果 如果说气足了 可能体内出现的那些弹尸和瘀血 还能被疏通开 但如果气虚了那就不行了 另外气虚后 它本身也容易产生弹瘀 所以这种气虚呢 总感觉身体乏力 疲惫呼吸气短 但身上还有弹瘀 容易有四痛瘀青四肢困重 头面爱出油的人呢 就需要参考一个可以补气化瘀的中等药 比如说筋身七散 这个药主要由西洋生三七和筋内筋组成 这七扬身主要功效就是补气养阴 而且它入心精 主要就是补的心气 那心足血脉 心气足了就可以推动血液运行 让血脉保持通畅 三七呢是化瘀的 可以帮助我们化掉血脉中已经产生的瘀血 最后这个肌内筋也是健脾化痰的 帮助我们解决血脉中的痰湿问题 整体下来就是补气补血还能化痰瘀 适合的是那种气虚痰瘀重的人 如果说你虽然体内有痰瘀 但本身存在气急不通 或者是内热严重的情况 就不适合参考这个药了 因此大家用药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情况 如果拿不准就及时线下就医 不要盲目跟收肉药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